近年來新北市五谷區 隨著政府重大建設不斷持續加碼 城市風貌已經重新蛻變 除了擁有媲美北市南門市場的五谷 公有零售市場之外 對於熱愛運動和休閒的民眾 五谷運動中心提供完善設施選擇 此外區內規劃多處公園 像是下綠地環保公園 水對景觀公園 自然泳泉公園等等 豐富的綠地生活 以及重大建設的加持 也大大提升了五谷的居住品質 使其成為一個綠意盎然 且移居的新五谷 近年來成泰路的生活圈已經成型 像是有大型連鎖超市 夾樂福以及全聯都已經進駐了 這裡含有德英國小 五谷國小等明星學區 而且公園綠帶林立 這也是越來越多人 移居五谷的原因 而以往五谷最被詬病的 交通融色問題 近來也因為國道一號 五谷交流島深色了北入及北出的雜道 此舉將大幅改善 持續痛變 再加上能快速銜接 64、65快速道路 南來北往十分便捷外 未來還有五泰輕軌等力多優勢 在軌道經濟持續的發酵之下 才是最好的呢 其實買房不變的定律就是地段價值 其中又與市中心最為保值抗疊 而區內目前唯一指標個案 陳泰美 推出兩到三房產品 就以方正的格局規劃 加上精選建材配備 慈吸不少剛性需求的青年小家庭的目光 其中 陳泰美主推的三房產品 約34到35平 更是以2000萬上下的價格就能入手 成為想要一次到位的手扣族 或是想要以小換大的民眾 一個智產成家的新選擇 最新為一山小餌 三房產品 特匹 小姐 在 nau 他們 平